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7月15號 星期一 首先 追蹤川普遇刺事件 基督教牧師三個月前 準確預言川普遇刺景象 還預言大選結果 然後是共軍航母命門遭大接底 一招就可打殘 最後是 習近平終於明白了 當下最要命的是這事 我們的新聞意在帶您突破信息封鎖和減防 跳出同文層獨立思考 在亂世中自保 請您點贊 轉發和留言 傳播我們這個頻道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基督教預言師三月前準確預言 川普將遇刺 子彈穿耳 川普遇刺震動全球 然而令人震驚的是今年3月 一名基督教預言師已經準確預言川普將遭遇刑刺 基督教牧師布蘭登·比格斯今年3月14日在YouTube訪談節目中 描述他通過神通接受到主的話語 主告訴比格斯 美國將掀起新一波愛國主義浪潮 比格斯還通過天幕看到了一些奇異景象 每當我看到川普 我就看到一道紅色的波浪從密歇根州冒出來 在整個俄克拉荷馬州 人們都拿著火把 他們高舉火把 為國家帶來新的愛國主義 它即將來臨 它正在誕生 它就像火一樣不斷蔓延到整個美國 接下來 比格斯看到了一幕景象 跟7月13日在賓夕法尼亞巴克勒縣集會發生的刑刺事件高度吻合 我看到川普站了起來 然後我看到有人企圖槍擊他 噢 這顆子彈飛過他的耳朵 離他的頭太近了 以至於把他的耳膜都撞破了 比格斯用手示意誘耳 比格斯還描述了他看到的刺傷事件之後的一些景象 他看到川普在這段時間裡跪到在地 開始敬拜上帝 在這段時間裡 他徹底重生了 我說的是 人們說他得救了 現在他對耶穌真的很著迷 比格斯還看到川普贏得了總統職位 然而在這之前 川普將經歷一個艱難的過程 包括川普所面臨的訴訟 比格斯預言中的那顆子彈插過了川普的耳朵 有媒體報導 子彈是受到當時封速的影響 也有在造勢現場的近距離目擊者說 川普在子彈飛過來的那一瞬間 神奇地轉過頭 驚險躲過了襲擊 比格斯預言川普連任後 美國將經歷巨大經濟崩潰 並稱這是一個黑暗時期 然而 比格斯也看到川普及其助手有偉大的經濟計劃 並聽到主的指示 這次災難不是審判 而是預示一個修正即將到來 除了基督教牧師的預言 香港勘語學家楊天命 在7月7日節目中也預測川普將遇到危險 可能是心臟問題 肠癌或開槍事件 楊天命還預言川普有機會再次當選美國總統 共軍航母命門遭大接底 一招就可以打殘 近日 中共航母山中艦跨越第一島鏈 與臺灣東南部外海進行航訊 嚴重威脅到臺灣的國防安全 恐嚇意味十足 對此 前國防部視察盧德允揭開中共航母的軟肋 也斷言 連岸發生戰爭時 中共航母恐怕會因油料補給問題導致殘廢 且屆時膽敢突破第一島鏈 就是在替自己挖坑 盧德雲表示 中共航空母艦對於未來 與臺灣的武裝衝突派不上用場 他解釋 因為第一島鏈以西的海域 包括黃海 東海 臺灣海峽 以及臺灣西南海域的寬度 大約是200至400公里 這對航母而言會太窄 且這些場域都在中共自家火力可涵蓋的範圍內 對於航母來說是無用武之地 盧德雲指出 這些場域距離美國及日本的軍事基地都很近 所以中共航母在這附近活動不見得安全 不過 當中共航母穿越第一島鏈位於第二島鏈間後 整個活動空間就要變得很大 形同在臺灣背部展開包夾態勢 也同時將美方海上的力量阻擋在外 形同所謂的反介入 盧德雲直言 中共航母只要挺得住 不拋毛 想要繞臺灣100圈也不成問題 但只要兩岸一翻臉 中共的山東艦 福建艦等大型且高價值的目標 大家一定會集中火力 試圖把它拿下 他也分析 中共航母戰時必須和臺灣保持一段安全距離 要是中共膽敢突破第一島鏈 就簡直是在替自己挖坑 且以中共海軍的理智 這種高價值的軍艦於戰時 絕不會出現在臺灣東部 盧德雲說 當中共航母戰隊進入第一島鏈以東 等於是脫離從陸地起飛的空中支援 就必須考慮自家的油彈補給是否能跟上 這時 油彈補給艦就會變成航母戰隊的軟肋 若油彈補給艦被打掉 整體戰力就會受到影響 因為中國在第一 第二島鏈間沒有基地可做補給 這顯然對中共不利 盧德雲透露 從目前公開的情報來看 中國航母航行七天就需要補充油料 若這時阻止航母與油彈補給艦對接 航母的戰力就等同遭到減損 所以把補給艦打掉 中共航母戰隊也幾乎等同是殘廢了 習近平終於明白了 當下最要命的是這事兒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週一15日召開 在政府治理 以確保中共統治權穩定 而非民生民心穩定的政治導向背景下 企業倒閉潮 降薪裁員潮 外資撤離潮 金融危機隨時爆發 治安嚴重惡化 一些走投無路的國民選擇自意等等 全中國上下悲觀情緒瀰漫 人民看不到希望 人們在以各種姿態 苦熬 歷史的垃圾時刻 與據加拿大前香港出版人顏春鉤發文說 左等右等 習近平終於想通 原來當下最要命的不是什麼舊經濟的大國策 歸根結底 只是如何維護中共專制體制的生存難題 一言一避之 就是如何活下去 文章說 至此 三中全會就可以開了 全黨回到一個主題 什麼問題都可以談 也都可以不談 唯一必定要談 而且要談徹底 並取得共識的 便是如何在未來一段不長不短的日子裡 苟延殘喘活下去 嚴春鉤認為 早前為刺激經濟 中共推出已舊換新的政策 以此刺激消費 事情未開始做 風箱又變了 最近有些地方政府已經出台新政策 要求政府部門量入為初 減少設備更新 壓縮三公消費 緊日子壓倒一切 而農村集體經濟回潮 目的也是過緊日子 地方向中央伸手要錢 中央不勝其凡 在危難歲月 所幸將各種常備開支劃分清楚 個人有多少家當做多少事 自謀財路 自生自滅 文章還說 除了內部問題多如牛毛 外部更要面對瀕臨城下的威脅 美國已公然將中共列為首要敵人 歐盟北約 日韓澳印都同仇敵忾 共同進退 中非領土爭端沒有和平解決的希望 美國公然在飛增加軍事基地 南太平洋有劍拔弩張之勢 隨時可能插槍走火 文章最後說 財政要過緊日子 因為實質者重 升職者寡 國內市要鎮壓民邊動亂 因為體制已病入膏肓 東西方勢不兩立 未來獲有一戰 總之 三中全會根本不是國家發展方向的問題 而是如何活下去的問題 最新副頻道內容是 中國急需拿出幾萬億 發錢消費 限額5000元 中國多家銀行下調儲戶交易額度 暢空人民幣 做空中國經濟 人行主管怒批 路透社 德國改變對中共電動車徵關稅的反對立場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來觀看 一些觀眾詢問如何找到阿波羅網副頻道 您在我們的頻道首頁向下拉 有副頻道的圖標 點擊就可以進入副頻道 在每個視頻描述下也有副頻道訂閱和贊助鏈接 我們也在干净世界平台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干净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